各位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2021年加州会实施的一系列 会影响到青少年教育的法案 首先第一项是AB901法案 这项的话是学校违规行为 归宿学区处理 以往学校学生发生在学校里面的话 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 出现不上课 跳课或者是带刀到学校去 这些违规行为的话 往往学校会报警处理 学校的话叫了警察 警察必须摆谱小孩子 以后交由检察官 还有青少年法院那边来处理 新的法规规定 学生在学校的违规行为 现在不再由警察局管 而由学区自己处理 以后学校里边可以将学 一个是小孩子违规 不断的违规 这个有严重的可能牵涉的犯罪行为 这类案件的话 不再交由法院处理 而交由假释官来处理 假释官的话 往往他用一年两年的时间 来观察行为辅导 也做这个部分 这个法案就是因为太多的青少年 因为有犯罪记录 透过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并没有改善交上坏朋友了 或者是他有不良的记录 而影响到以后的申请工作 以后的申请学校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 AB901就是要怎么样改变 司法不公 以后对青少年判法过重这种做法了 SB823法规要撤销青少年监管所 青少年监狱 这个法案也或者通过了 以前 涉及到一年以上劳刑的青少年 会被关到加州青少年监狱 这个叫CYA California Youth Authority 但是这项法案的话 将青少年监狱撤销 以后将这个部门 青少年犯罪的部门的话 归属这个健康福利局所管 他们会设立一个叫青少年 及社区重建部 以后透过县政府的甲氏部门 跟青少年家庭合作 来管来监管青少年的行为 减少未成年人送往成年法院 审理的数量 以后经这个案子 从7月1号开始生效 就是说抓了警察 我们刚才讲过 学校已经不往法院里面送了 那真的小孩子的话 犯了罪以后留给青少年监管所 来看了 甲氏部门了 以后关于监狱这部分 他完全解散 解散完了这个之后的话 基本上 以后每个地方政府 县政府来负责 以后透过甲氏部门 来给小孩子做一些教导的工作 而不用请惩罚了 不用坐牢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基本上这两个法案 基本上就是将加州青少年法庭 这个系统的话解体了 所以的话 也是一样 所有这些案件的话 是由probation department 来处理了 当然有牵涉的一些青少年杀人 这种暴力事件里面的话 只要他未晚18岁 这类案件的话 还会交由法院的审理 但是这一类法院审理的话 这个他的关押的期限里面的话 他也不再关到一年以上了 这些州的监狱 而是留在青少年监管所来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 将来我们会引发一大波 这些犯罪集团 利用青少年的犯罪这类案件 当然我们针对 认为警察权力太大了 以后 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州已经说 警察要盘问青少年 你必须要有家长或者是律师在场 以后 但是的话很多加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直到今年 今年的话 加州通过的SB203法案 这项法案的话 就是青少年被警察盘问的权力保护法案 这项法案的规定 警察在盘问未晚18岁的青少年之前 必须要允许青少年的话 未成年小孩子的话 联络律师 或者是要求律师在场 或者是透过电话和视频 跟律师来通话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以前的话 只是说好像他都会跟小孩 每个人跟警察讲话 警察逮捕的时候 问话都会说 你有权力保持沉默 你有权力聘请律师 如果你没有权力 没有聘请律师的话 我们会派法律师给你 讲了这些话里边 大部分大人的话 都觉得算了 我就直接跟你讲了 想办法的解释 但是越描越黑 后来的话 你所讲的东西对你不利 可以作为承担证供 小孩子很多时候 不知道这些权力 也不知道怎么行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法律规定 你必须要让小孩子知道 以后有权力 有律师在场 以后才能够盘问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自动的 并且要求警察 把警告知这些未成年人 他的权力 所以有律师在场非常重要 当然 这个很多时候的话 那我怎么行使 其实我在节目以前 也提过的话 你们 我现在的话 可以发给大家一个 保护卡 这个卡里面的话 上面会 会写到 我要行使我的权力 不愿意谈的话 我要行使我建律师的权力 以后我不愿意 你烧查我手机 不同意你烧查我的车子 或者住家 这个卡里面的话 这个text message一样 你text的一个叫LAW 到我这个办公室电话 626-280-60-00 626-280-60-00 你发短信到这个号码 你打进这个LAW 这个字 我们就可以自动送给你一个这张 这段话 所以尽管你英文不懂 你起码的话 用这段话 用英文写的 让警察显示出来 你要保持沉默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SB203的话 你盘问之前 你警察必须要证实 我有向这些青少年 讲过他的权力 所以在青少年 律师不在场 或者是没有 或者没有跟律师谈 谈谈话的情况之下的话 青少年都可以拒绝警察的盘问 当然我们光他提到 青少年犯罪记录的话 虽然在满18岁以后 法院会将小孩子 青少年犯罪的记录的话 封起来 但是警察局 逮捕机构 同样可以保留到 这个小孩子逮捕的记录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加州议会也通过了 叫AB2425法案 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清除青少年的犯罪记录 很多青少年 被警察逮捕之后 虽然完成了检察官 或者是经过了法院认可的 行为收贞计划之后 但是的话 他的记录还保留在那边 但是现在规定的话 将来如果是小孩子已经完成了这些计划 所有跟警察有接触的行为 包括警察逮捕行为 或者是警察说他是帮派分子 这些记录里面的话 还有起诉记录的话 要全部清除 这个部分是不要 不需要自己申请 一旦是你完成了 好像这个probation的人 假设官跟你说 你要做30天的义工 你做完了 这个案子结案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警察局不能够再保留 这个青少年被逮捕过 还有这些 或者是任何的起诉记录 都不能够保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保证 其他部门也找不到 这个青少年被逮捕 或者被起诉的记录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有很多黑人家庭认为 这个青少年的司法制度的话 这是问题重重 其中最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家长的话 他们负担太重 因为小孩子的行为 一旦只被警察起诉了 逮捕起诉之后 有很多牵涉到罚款 或者是这些 这个probation的费用 这个部分的话 在两年以前 加州已经要免除一部分了 两年以前所通过的 SB190法案的话 加州有58个county 有43个county的话 减免了3亿4600万的 这些青少年或者是家人 必须要乘付的 法院费用 还假释费用 新的法规 SB1290 这项法案里边的话 就是要求各地的法院 要免除以前所有青少年 这个处理案件 他们家庭所还欠的账 同样的规定将来 再处理青少年的案件 不管是假释部门 或者是到法院里面处理 这类案件里面的话 法院都不能够给小孩子 或者他的家人 有任何的法庭的方面的开支 所以等于的话 就是说他们家长不需要 就是法院不能够罚 家长任何钱了 因为小孩子为了18岁的话 罚款都是家长承担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是对青少年开始 重新判罚 所以从一系列 这些青少年的犯罪 轻判或者是不判 以后从治罪变成的话 并且改造的行为 所以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一方面是好的 就是说这些小孩子 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也有可能的话 就是因为青少年 不会接受刑事惩罚了 已经是免去刑事责任 这种问题的话 会引发可能更多的帮派分子 会发展这些未成年小孩子 成为帮派分子进行犯罪 所以还提醒大家 关心自己小孩子的行为 注意他们身边的朋友 非常重要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邓宏说法节目 在其他的单元 我们会介绍其他牵涉到 我们生活相关系的新法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 谢谢大家收看 这一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 请按赞 或者是分享 如果你想收看更多邓宏说法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